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分成兩種 第一個就是如果是完全是正常人 完全正常人 那你想要預防施政 大概是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 最重要就是控制三高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那因為基本上來講 目前來講 你就會發現你只要三高控制一個 你大概就能夠減少3到5% 如果三個都控制 你大概減少十幾%的 就是得到施政的風險 那目前沒有任何一個零單沒有要比這個有效 你懂嗎 就不管你吃什麼 你去求什麼 沒有你就是控制好這三個 你就比吃這個要的也有效 第二個就是 做比較多的認知的刺激 認知大概包含幾個 那包含幾個 那目前來講 比較有效的 大概是兩種 一種就是有社交的刺激 就是你參加一些社交的活動 但是社交活動並不是你去跟人家聊天 或是你去喝下午茶 狂喝就有用 不是 你要參加一些社交的 然後有意義的活動 比如說你去跳舞 比如說你去參加畫畫 你參加書法 那特別特別的是 你不會的 如果你要預防的時候 特別參加是你不會的 比如說假設你不會打麻將 你就學怎麼打麻將 那如果你不會學書法 你就學怎麼寫書法 對 但是如果是已經會的 那種預防效果不是很好 比如說假設你已經打麻將 你過去參加都會打麻將 那你每天狂打 那就是基本上 對你的認知速度 因為你大腦已經非常非常熟練 這個東西了 對 所以如果你是還沒有施政 你要預防 還沒有預防 基本上三高 社交活動 跟你去學新的認知功能 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但假設你已經得到實施症了 那假設你已經 就是 不知道講錯了 假設你已經是 遷入認知障礙的病人 或是假設他已經開始 出現一些徵兆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 這個時候當然三高 才預防是非常重要 但是這個時候 其實你可能就要摸得擺一下 你可能就不太適合 挑戰那種很多很新的 很新的認知的 新的學習的東西 你是說你反而你要去 你要幫他尋找 就是他比較熟悉的 他喜歡的 比如說假設他過去喜歡聽音樂 你就多帶來參加各式各樣音樂會 但因為你還是可以讓他 嘗試一些不同新的 比如說他以前都只去小巨蛋 欸那最近有一些 五月特地演唱會 你要不要去試試看 或是有一些新的 比如說最近 比如說最近那個小巨蛋 也有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就是 Fenton 對那個就是 一些新的樂團來 你看他嘗試不同的音樂的形式 然後嘗試不同的 演奏演奏的形式 或是讓他去不同的地方 參加音樂會 但是他可能 如果他喜歡音樂會的方式 你就是往這個方向去做發展 沿著他習慣的方向去做 因為來講很現實就是 如果這個人過去不會打麻將 他已經開始 大腦開始不太好 那好那我們從現在開始 訓練你打麻將 然後一堆東西要記 這個要怎麼樣湊啊 那個要碰什麼 然後這要碰什麼 然後他已經心情會非常不好 他已經非常生氣的人 效果就不太好 如果是已經開始出現一些 認知功能 出現一些往下掉的情形 你反而就是沿著他 過去習慣的地方 然後開始進行各式各樣不同的發展 或是跨界這樣的訓練學題 是比較好的 另外就是在很多 現在有很多所謂的APP 或是很多所謂網路上的一些資源 其實我個人都覺得蠻好的吧